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AI热潮,重塑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格局的当下,苹果公司作为台积电长期第一大客户的超级VIP地位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辉达等晶片巨头对先进封装产能的极具需求,苹果不仅面临多年来最大幅度的代工价格上涨,更需在一个不再由其主导的产能分配体系中激烈竞争。 在此背景之下,长期关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COPIUM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除了价格上涨,更严峻的现实是,随着辉达和AMD等客户的GPU在晶圆上占据越来越大的面积。 这家iPhone制造商的晶片设计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能理所当然地锁定台积电近20家晶圆厂的优先排期。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显著的财务分化。 根据COPIUM的分析及供应链消息,回答很可能在去年至少一到两个季度内取代苹果,成为台积电最大的收入来源。 若按全年计算,即便2025年尚未完全超越,2026年这一交替也几乎已成定局。 这也凸显了台积电日益增强的定价权与溢价能力。 台积电最新公布的财报显示,其毛利率已攀升至惊人的62.3%,接近软体公司水平。 分析指出,虽然苹果依然提供着不可或缺的订单广度与稳定性,但在追求极致效能与利润的先进工艺节点上, 回答正在成为新的核心驱动力。 尽管台积电财务长Wando Hwan表示不讨论具体客户排名,但公开数据已清晰勾勒出这一趋势。 据COPIAN估算,台积电去年营收增长36%至1220亿美元,而截至2026年1月的财年, 汇达的销售额预计将飙升62%。 相比之下,剔除服务业务后的苹果产品营收,在截至2025年12月的12个月内, 预计仅增长3.6%。 事实上,苹果作为台积电收入增长主要引擎的角色,早在五年前就已结束。 早在2018年,若非苹果的增量采购,台积电当年的销售额甚至可能出现下滑。 如今,随着智慧型手机营收增速放缓至11%,包含AI晶片在内的高效能运算HPC业务已成为台积电的新增长级。 该板块去年营收激增48%,连续了前一年58%的高增长态势。 台积电日前表示,2026年营收将增长近30%,但资本支出将增长约32%, 达到创纪录的520亿至560亿美元之间。 从长期来看,截至2029年的5年内,增长将平均达到25%,但AI业务将在同期平均增长55%或更高。 这一预测,高于此前预计的40%多的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最新业绩报告展示的终极实力,不仅体现在创纪录的营收和净利润上, 还体现在接近软体制造商和无精元厂晶片设计商的毛利率上。 12月当即,该数字达到惊人的62.3%,比前一季度高出280个基点。 如果不是海外晶圆厂,亚利桑那州和日本,毛利率会更高。 随着AI热潮持续,辉达和AMD等客户的每颗GPU在每片晶圆上占据更大面积。 苹果的晶片设计不再能保证在台积电近20座晶圆厂中占据一席之地。 据COPIEN报道,短期内,技术路线图的严禁似乎更利于辉达和AMD等厂商。 这意味着,苹果在未来一两年内仍需为争夺产能而战。 台积电目前最先进的2奈米制程N2工艺,虽已量产且苹果是主要买家。 但计划于今年下半年量产的N2P电体及全新的A16节点,将更侧重于高效能运算需求。 据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介绍,A16节点采用的超级电轨Super Power Rail技术最适合具有复杂讯号路由的HPC晶片。 这一技术也是英特尔试图从台积电手中抢夺代工份额的关键战场。 尽管预计于2028年量产的A14节点,将重新平衡对行动端和HPC的支持,但在当下拥有庞大且单一先进产能需求的挥达, 显然比产品线分散的苹果更契合台积电当前的扩张节奏。 尽管外界如分析师Benedict Evans批评台积电扩张速度不够快,未能满足挥达的全部订单, 魏哲嘉在1月的台积电法说会上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他在投资者会议上坦言非常紧张,强调若不谨慎形势将导致巨大灾难。 分析称,这种谨慎源于台积电独特的商业模式与Google或辉达等轻资产或软硬体结合的巨头不同,台积电承担着巨大的折旧风险。 数据显示,台积电的折旧占营收成本的比例高达45%,使Google10%的4倍多,更是无精元厂挥达5.7%的近8倍。 挥达作为晶片设计商享受着超过70%的毛利率,其主要风险仅在于库存,而台积电一旦遭遇行业下行,新建的精元厂将成为沉重的财务负担。 正如魏哲家所言,即便今年投入巨资,这部分支出的收入贡献在当年也几乎为零,但设备折旧却会立即进入账面。 因此,尽管黄仁勋的影响力正在上升,甚至在某些维度上超越了苹果执行长库克,但苹果所提供的稳定性对台积电而言依然至关重要。 分析认为,挥达的产品虽然炙手可热,但相对小众且集中,而苹果的产品线横跨台积电十几个精元厂,这种制造足迹的广度是单一AI晶片厂商难以抵律的。 当AI泡沫最终冷却,市场增长曲线走平之时,苹果这类客户的价值将再次凸显。 短期内受到排挤的不仅是苹果,据海外媒体WCF Tech报道,小米第二代自研旗舰行动处理器玄介O2,也就是X-Ring OR不会采用台积电最新的二奈米制程, 而是选择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家族的N3P制程工艺,这也意味着玄介O2可能不会成为小米旗舰智慧型手机的主力处理器选择。 小米的第一代旗舰行动处理器玄介O1在2025年初推出之时,采用的是台积电当时尖端的N3E制程,也是当时首款基于三奈米制程的由中国厂商自主设计的旗舰行动处理器。 但是,如果小米在今年上半年推出的玄介O2是基于台积电N3P制程,那么随着苹果、高通、研发科相继将在今年半年推出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旗舰行动晶片, 玄介O2就将会在制程工艺上处于落后地位,因此其很难成为小米最高阶的旗舰手机的处理器选择。 业界分析认为,小米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而放弃2奈米制程,毕竟该最新制程的成本要比之前的3奈米高出了约50%,并且台积电初期的2奈米产能也比较有限。 业界主要被苹果、高通和联发科瓜分,小米也很难达到产能供应。 另外一方面,由于去年下半年以来,DRAM与NAND Flash价格大幅上涨,使得智慧型手机的综合成本面临大幅上升的压力。 市场研究机构Bondia指出,近一年行动DRAM价格涨幅超过70%,NAND Flash价格更翻倍上涨,这将使得智慧型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BOM上升超过25%。 在零组件成本普遍上升的情况下,若再导入更昂贵的先进制程,将进一步压缩终端产品的利润空间。 所以,从目前来看,小米可能会将玄界O2的定位放在次旗舰产品上,并导入平板电脑及汽车等相关应用当中,扩大自研晶片的采用量,以进一步摊薄成本。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